乱切车道真的害人不浅 就在台中74快速道路上 一名驾驶从车道上主线 完全不看左车来车 一次切换两个车道 造成后方驾驶失控翻车 而他自己就照逃了 不过警方调查之后 因为发现了没有直接碰撞 所以这名驾驶呢 只能算肇事关心人 不是肇事逃逸 这让被害者相当气愤 行驶在74号快速道路 经过前方交流道时 右边一辆银色轿车开了上来 移过朝划线立刻向左急切 横跨三个车道 碰的一声 车子就翻覆撞到护栏旁边 后方驾驶赶紧停车 上前关心 翻车的驾驶爬出车外 身上多处挫伤 幸好没有大碍 但银色轿车早就逃逸无中 警方调查发现 银色轿车没有跟乡行车碰撞 只能算造势的关系人 不能算是造势逃逸 让翻车驾驶气得在脸书上 po文表达不满 如果这个是只有因果关系的话 没有人受伤的话 只是统治他道案的调查 当事人质疑说 这个是因为另外一台车 害他闪避才发生事故的话 我们当然是要依法追究 没有说不受理的情形 警方表示 这名驾驶未应规定变换车道 可处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的罚还 会请他道案说明 厘清相关责任 记者谢谢任中杨清源 台中报导